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福建的省会福州 也叫荣城福州 为什么说荣城呢 因为我看到大街小巷非常多的荣树 这里的空气质量很高 今天阿星要品尝一个福州特色的小吃 就是尖包 我身后的家店 也是家老店了 走 咱就尝尝 进来看到这个非常多 有筐有筐 这个传尖包5个八块 给我来上10个 再给我来一个海力汤 再来一个拌面 拌面有没有大小分 这个花肠 拿个大不了 那你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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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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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一个合格的吃货 吃煎包一定要吃刚出锅的 我现在已经等了20分钟了 里头的大铁正在煲 还要把一整锅煲好以后 然后再煎 我估计煎的时候应该很快了 咖啡 淀面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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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碗 两碗汤是吗 这个是清汤 对 一碗海地碗 一碗海地 这个清汤是配哪个 配这个 配这个是吧 对 就是附带的 对 好 谢谢 没事 好 现在所有的餐就好了 这10个煎包是16块钱 这一套是一个拌面 加了一个汤是8块 这个是一个单独的海地汤 也是8块 总共下来是32 第一步先把面拌一下 我看这个面都有点干了 这个拌面就是花生酱拌面 我看里头还有一点 应该是猪油还是葱油 特别的香 这个拌面 我想不用我多介绍了 这就是开遍全国的沙县小市里的 花生酱拌面 我觉得这种拌面 在你最饥饿的时候来一碗 哎呀 真是要了命 太香了 难以想象 这碗竟然是大碗拌面 我这两口就下去了一半 咱现在先悠着点吃 我要加点酱料 这个就很熟悉了 福建特色的辣椒酱 我来一点 这个辣椒看样子应该不辣 所以我准备多来一点 翻开以后 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辣椒酱味道 来一股特别味道 这一股特别味道 这个汤也挺咸的 这个就是猪骨汤 里面有点葱花 但我觉得味精味稍微重 面吃完咱赶紧尝尝尝尖包 要吃尖包之前 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就是调蘸汁 我眼睛往这一放 看见有1 2 3 4 5 5 有5种调料 真是太丰富了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番茄沙丝 这个就是福建人吃煎包的时候必备的 我先来一点 纯番茄酱 感觉有点像吃薯条的样子 另外一个蘸汁 咱就倒点辣椒酱 再来一点醋 这个醋特别透明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米醋还是什么醋 一醋酸的少来一点 这个要着重介绍一下 这个在福建人的餐桌上 必备的虾油 闻着 闻着味道怪怪的 虾油其实就是鱼露 非常鲜美 还有胡椒粉 这个是喝汤的时候加的 我先尝一个原味的煎包 还有皮 非常地筋 里面的馅很多 微微有点甜味 这个煎包和河南人早餐吃胡辣汤 配的水煎包 包括上海的生煎包都是不一样的 进到嘴里头 里头就是一个纯肉丸子 这样可以看到 馅料是一整颗的肉丸 是猪肉和葱花的 咸包子蘸点甜番茄酱 这个番茄酱看着很一般 这种吃法我还真受不了 难以理解 咱还是蘸点辣椒酱 这个好吃 这个包子本身已经很好吃了 你再蘸点虾油 真的太美味了 刚开始我还想点那么多 会不会吃不完 我看这个包子这么小 真是一口一个 咱来喝一喝8块钱一碗的海利汤 里头的海利肉真的很多 虽然不大 但是少说有二三十个 多么的肥美 肥嘟嘟嫩乎乎 再来点汤 福建人爱喝汤 这碗汤吃水煎包真的是很好的搭配 煎包好吃不贵 喝碗汤还挺开胃 来到福州 像这种煎包店有非常多 但人家家为啥那么好吃呢 它这个肉采用猪后腿肉 是现剁的 吃起来这里头的馅 还能吃到肉的颗粒感 这一餐我觉得是非常满足 好 那就这样